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现在进入9.3 那就是来看看 这一个在Android框架的情境里头 我们的Strategy Pattern 它是怎么应用的 那么也借用Android的实际的平台 来让我们大家来对这个Strategy Pattern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那么未来你自己在其他的很多情境当中 可以拿这一个应用的更漂亮 OK 在Android里头呢 将ThisView的每一个选项 就是将ThisView的每一个选项 就是这个 这一个 看成是一个Linear Layout 它是由多个View所过程的 那这个就是叫Image Button 这一个 那这个叫TextView 所以呢 由这两个来组合出一个Linear Layout 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上面每一个选项 都是一个Image 就是这个选项 跟这个选项 就这两个 所以虽然内容不同 但是结构相同 OK 内含不同 结构相同 OK 它的形是一样的 内含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选项都是由一个Image Button 跟一个TextView的对象所组成的 因为它的组合花样有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选择呢 各式各样的一个组合的方式 那这些会变化的部分 可以从TextView将它分离出来 这样可以简化这个TextView 意思说 TextView可以委托 这一个 这个Strategy的Class 来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 委托Adapt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委托给不同的车类的类别 来做这件事情 OK 这是委托式的一个时间途径 接着呢 我们再来观察各种车类类别之间的变与不变的部分 然后把这个不变的部分抽出来 来写进去这个负类 然后呢 这就是一个类别式的一个既存的时间 那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首先 从TextView 把这一个某些共通的部分 把它独立出来 然后呢 把它委托 给这一个Adapt来做 就是把一些组合的车类 从TextView 本来都是写在不同的TextView里头呢 或者一个TextView呢 会用到三个车类 所以呢 就必须写三份的这个组合的车类 现在呢 把这个组合车类的逻辑 把它代码把它移出来 移到这一个Adapt里头 这个动作 称为叫做委托式的一个实践 就是把这个抓出来 委托给它来做 然后呢 再来观察个车类之间的变与不变 再把它抽出来 意思说 针对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再把它 弄出它的子类 这个子类就是可变 这上面就是不变 所以呢 在观察各种车类之间的变与不变 再把它抽出来 就形成了这一个Strategy 这一个部分本身的构成一个 树状一个组成体系 那这个称为叫做 类别组成式的一个实践 就是这也是一个变不变的分离 让它变成可以被抽换 那这一个也让它变成了 这个变不变 所以最善变的在这里 OK 所以呢 这个可以让 当它把这个独立出来的时候 可以让它 变成比较稳定 让它可以被抽换的 好像这是引擎 这是轮胎 那么相对上 这个又是比较不变的 就是又三变的 因此呢 这样可以把变不变 做两方面的这种分离 结果呢 会呈现一个最稳定的 非常可靠的一个结构 那上面的这两个就变成框架 这个部分就变成 APP的部分 OK 那Android框架里头就含瓜了 稳定的 ListView的类 跟这个Base的抽象类 就是这两个 就是框架里头就留下这两个 OK 这是Android的 应用 这个随机pattern的 一个做法 所以呢 就得出这样的一个 Android里头的一个 典型的结构了 所以Android的框架 含有稳定的ListView 跟BaseAdapter 然后呢 我们AP开发者呢 就可以随着 应用程序的不同侧类 而从BaseAdapter 衍生出自己的子类 这子类 当然你会看到 Android已经写了好几个 子类在这里的 叫做ArrayAdapter 有没有 SimpleAdapter 它已经写好几个 那可以让这边 来选 它可以来选 这一个 它也可以来选 这一个 那么也可以自己 如果这两个都不是 它要的 它自己就定 弄一个自己的Adapter 也可以 OK 那这是Android已经写好了 叫做ArrayAdapter 这叫SimpleAdapter 都已经写好了 可以给 这个AC01来选择 来选择 那如果这两个都不是他要的 那就由这个APP开发者自己写MyAdapter OK 好 那我们现在就采用写这个MyAdapter 在上一个例子呢 我们是直接使用既有的Android所做的 来我们选择而已 在这里呢 我们要来 这个例子 我们要来看 怎么自己做一个子类 做一个子类 可以自己设计 一个Strategy的类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在这一个简单的一个Android程序里头呢 可以体会 这一个MyAdapter 这个自己定的 车类的子类呢 它怎么跟 这一个便利不便 怎么做跟它做相结合 所以呢 我们就要写AC01 跟MyAdapter 所以你看我们写 AC01 跟这个MyAdapter 还有 我们把这一个相关的 这个写在这个Raw的里头呢 意思呢 我们就是针对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我们 把这个资料 先把它储存在 这个Raw 这个对象里头 所以呢 我们会在这里会有两个对象 那这个Raw的对象 那Raw本身就是一个类 所以我们先定义一个这个类 产生两个对象 来先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呢 再把这个Raw呢 再把它丢给Adapter 这Adapter就EG 我们Raw的这个Data 来产生这个做组合 来组合出这个LinearLayout 组合LinearLayout 再交给这个ListView 把它显示出来 OK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首先 先来看这个Raw 这个Raw的定义 所以我们定义一个Raw是Class 那这个Class呢 里头每个对象 就包括有这一个的ID 包括有这一行的ID 还有包括 这个ID是指的是 这一个那个Image的 Resource的ID 就是那个图片 那这个是指的是那个文字 那个文字 所以呢 我们就会建立一个Raw 这样的一个Class 然后接下来 定义一个Strategy的类类 然后呢 继承呢 扣充这个BaseAdapter 然后呢 我们就会准备一个这个Collection 就准备可以放两个Raw 这个对象 那首先呢 它会把这个Raw传进来 就把它存起来 那这个Adapter里头 就会知道有这个两个Raw 它就依照这两个Raw呢 来做这个组合的动作 好 那这一个BaseAdapter呢 就是这个G类 刚刚你所看到的这个G类 这个G类里头呢 有四个函数 有一个叫GetView 有一个叫GetCount 还有一个GetCount 还有一个GetName 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先看这两个 有一个GetCount 有一个GetView 好 那我们 它这一个 首先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 它 先New一个LixView OK 再来New一个Raw 就是 其实 它是有两个Raw 它是有两个Raw 把这个Data存好 然后呢 再New一个Adapter 然后让它指向它 然后再把这个Adapter 让它指向它 指向它 那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LixView 就可以扣它 首先第一个动作 扣GetCount 第一个动作 来问它说 那你这一个 UI上面到底有几行 那这个 MyAdapter呢 就会回答啦 有几行 那目前这里是 依照这Raw的行数来算的 然后呢 它知道 总共有两行 那它就扣两次的GetView 这个是会扣下来的 那么这边就把那个 组合起来的LinearLayout 给它Return回去 所以总共Return了两个 那么它就显示了两个 Return了N个 就显示N个 OK 我再说明一遍 就是首先呢 AC01 先New一个LixView 接下来呢 New一个Raw 然后产生两个Raw的对象 再把这个Raw的对象呢 把它 再来是 New这个MyAdapter 然后把这个Raw给它 所以MyAdapter里头就有 指向这个Raw了 然后再把 把这个MyAdapter 把它设进来 让LixView呢 可以指向MyAdapter 好 那这样子就 见过完成了 然后再来 第二个动作 就是它就可以call它 它call它呢 首先call它的getCount 那这个是抽象函数 它就call它 那这一个getMyAdapter呢 就依照Raw的行数 告诉它有几行 好 那它知道有两行咯 有两行 有N行 它就call它N次 每次就给它一个Layout Return一个Layout 它就把它显示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 这样的一个代码的逻辑 所以呢 总共它这一个你看 MyAdapter 它是指类 那么这边有几个 有四个抽象函数 其中有一个叫getCount 一个叫getItem 一个getItemID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是getView 在这里getView 这样子 所以首先呢 所以首先呢 它会 会来问你 你到底有几行 所以它就依照这个Raw的行数 所以呢 目前是两行 所以它Return2 那Return2呢 它就会来调用 ListView 会来调用Adapter 会来调用每一次呢 会来要TargetView 扣两次 所以在这个View里头呢 就产生一个LinearLayout 对不对 然后呢 从这个Collection里头 抓出一行 然后再把这一行呢 把它通过它来建立 这样的一个 这个View 所以呢 它在getView的时候呢 它就产生一个Image 产生一个Image 然后把这个图像换好 对不对 然后再产生一个TextView 文字的 刚刚这个是图像的 然后把它设好 然后以这个LinearLayout的方式 就把它Return回去啦 Return回去啦 所以这就是 它就把这个LinearLayout 把它秀出来 秀了两行 因为它扣了两次 OK 好 那AC01这边呢 做法就很简单咯 首先先把这个 Raw把它建立起来 你看这是 这是文字 然后呢 这是图像 把它建立起来 然后再来New 一个ListView ListView之后呢 在这里呢 就把这一个 New一个Adapter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一个 MyAdapter 设到ListView里头 然后呢 就 做好了 所以这整个过程呢 就是 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先准备Collect 然后New一个ListView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 New一个Adapter 再把Adapter射进去 就是刚刚的 这个图的动作 刚刚这个看到 你看到这个图的动作 就是这里 它 首先它New它 有没有 再来准备Raw 再来New它 再来把它射进去 有没有 它就可以扣过来了 就可以从这里 Coget 再给你的Coget 再给你的View OK 是这样子的 好 那就是Android里头呢 可以看得出来 它在这个 Strategy的 Pattern的应用 应用在ListView里头 所以我们现在 再来做了文字上的说明 首先呢 这个产生一个 ListView 然后呢 再产生一个 MyAdapter 再把MyAdapter 设进去ListView 怎么样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 知道 它的行为 就可以委托它 通常 就是我们 对于这个动作呢 常常是 只会把它背起来 事实上 我们如果心中 有Strategy Pattern 我们对这一行的解释 就很简单了 就是 首先有一个ListView 但是我们希望ListView呢 能够直接应用 这里的Strategy 理解的对象 来做帮它 做这个组合 做这个组合的策略 所以呢 原来这两行字 其实就这样而已 所以心中 我们就不会觉得它很复杂 就是说 这里是在说明了 就是说 当我们常常看到这两行 那心中会觉得它很复杂 而且就把它背起来 不知道背后的一个机制 所以呢 心理上就觉得它很复杂 不过一旦理解它背后 有个Strategy模式 这个就是Strategy的一个子类 那就会释怀了 他心中知道ListView 随时可以配上不同的这个Adapter 那ListView呢 把这一个组合的策略 把它委托给这个Adapter 那就很清晰了 所以啊 我们需要有漂亮的List的画面的时候 就会写自己的 就会继承这一个机类 来写自己的子类 来做组合 那画面之美 设计模式之美 和Android框架三者之美呢 就可以兼而得之 不易快战 OK 信不信有你 虽然Android将上市的 起名叫BaseAdapter 其实它是Strategy模式 只是不同角度 去赋予它不同的名字而已 那这个Strategy的模式呢 用来支持ListView的建立 跟呈现 那ListView的选项 是一个复合的对象 所以随着需要而选择呢 不同的Strategy类别 或者是自己撰写 都可以来跟这个 让ListView来跟它搭配 那么以维持ListView的 一种不变性 这一个不变性 那么搭配Strategy 创造出 这个Strategy的类 是的对象 是可以被抽换的 那创造了 这个弹性的 这一个 而且独特的 这个ListView的画面了 OK 那我们就 在Strategy的Pattern的部分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